明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森 扮求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向少女鄰居林正加首任 李國寶刑罪後判 為了偷拍究竟可以去到多盡 在這位李國寶就知道了 自然他住在啟程村 為了偷拍兩個少女鄰居X和Y 在今年一月十一號 先在電梯大堂安裝攝錄 見到Y出來便吊著他的尾 拿著自己精液的膠盒 靜靜地把精液淋在Y背部和屁股上 入到升降機後再偷拍裙底 一個星期後他再吊著Y尾 在他後面手淫了大約十秒 還能蒸在頭髮上 去到二月一號 李國寶把鏡頭夾在拖鞋 想在升降機偷拍RX 但之後因為有人入升降機才放棄 第二天想著再用手機偷拍他 再被X發現報警 他在警戒之下承認 一早就看中本身完全不認識的兩位女士主 每隔兩三天便會在他們住的樓層等 又會預早一至三天射精液入膠樽 再拍下林禎過程 回看女士主被林禎的影片 還會有性快感 李國寶被控五罪 包括這三項 他全部認罪 求情指李國寶在Ivy畢業之後失業成年 現在和父母一起住 裁判官剎月埋勞教中心 和心理學家得真報告 暫時挽握 6月14日歡迎 好 待會我們先說美國補 我差點忘記說李詩嫣 李詩嫣狗味的店 昨天要出來撐警 當然要 好笑 他亦被另外一些撐警聯盟 追錢 撐你了 沒有好心去 他真是好東西 他真是撐你了 沒有 他這樣可能真的 他經濟真的有問題 他做到今時今日是靠口臉皮 是啊 可能有問題是你撐警出來 就看看有沒有位置要進去 或者想選立法會 我又支持你 他之前說有甚麼選 我又支持你 屌你了 李詩嫣又是召我 6692429 如果我能夠做一個組織 在後面 不要說是組織 又有中暑跟有李詩嫣 屌你了 我分分鐘要拘捕水 我答案 屌你了 你倆說我 是候選人 希望鍾樹根也說 屌你了 我收回多少 退出的時候 在未報名之前 報名不能退出 是的 這樣就屌你了 還要掉多少 給我都不錯 好 我求你們付58元 另外有人叫我 屌老才的狗 不說 屌老才真的很屌 屌老才是一隻很屌怪的狗 屌老才是一隻很屌怪的狗 我近來屌的狗 他經常來生氣我 生氣我玩 其實是生氣我玩 但是只要我一觸摸到牠 在我摸到牠的範圍 牠就純粹在我身上 是 要不然我屌你了 我不想會放過去 因為我養狗貓 我想一般人現在養狗貓 都沒有我這麼有經驗 那些貓狗 首先你要搞清楚 怎樣養都好 你一定要令到牠知道 誰是作主的 這樣你才能養得到 如果不是你真的做貓奴 你猶得過人 你說狗就行 貓都行 貓都行 你只是看台獎 看到我 就馬上走也走不及了 你馬上走不及了 好了 說回這件事 又是啟程村 我不知道這條小孩21歲 我剛才立了 他好像有一條 不誠實使用電腦的罪名 這條不誠實使用電腦 因為我都被人在搞 他真的太闊了 是 當時立立 其實是想立 關於一些 騙錢 財務 那些事情 寫得這麼闊 又不去修訂 等於第一節 我們重提到 有太多重點 有太多事情要說 說真的 就算你說條例 林匡正說得對 條例沒有掩蓋的事情 你作為水務處處長 作為房屋處處長 房委會 有什麼事情要吵你主席 有什麼事情要吵你主席 你們就有責 你是政策局的 你是不是要去修改法例 你政府所提出出來 於是扶在立法會上 與時並進 你不去跟這些法例 有些法例 陳舊不適用 我當是這樣的情形 都是你們的責任 當然 好像搞了78年 這個制度都沒有問題 78年來都沒有問題 到現在你們做的時候有問題 那就是你們有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如果真的制度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不去review 沒有review 真的是含家產 為什麼呢 這個人住在21歲 又是喝完水的事 林鄭說喝完水沒有問題 就喝到這樣 首先我要這麼說 他叫做李國寶 21歲仔 他對著兩個X和Y 都是同一層樓 一個是15歲 一個是16歲 我不知道李國寶是什麼樣子 但是呢 真的很可惜他沒有聽比里曼布 如果有聽比里曼布 李國寶就不會犯上這種愚痕 因為 面對一個15歲或者16歲的 程度初開的少女 現在不是的 12、13歲才是初開的 是會有部分是這樣 但是不會全部的 我想跟你說 你只要跟他說你喜歡他 簡單來說是你只要表白 基本上他就會喜歡你的機會 達到88%以上 我相信他絕對沒有表白過 這些也是一個性益額的問題 政府也沒有打過 這些就是性益額 平時的道德加鎖 就很大 香港是很保守的 但是問題是 在科技上 令到那些傻子 過個小 過十一二歲 已經可以看完四仔 那些4V的了 好了 而男生 總是 程度初一 男生是持熟一點 也算我當他年輕 他也很容易 就會美化 神化了 那些女生 於是自己不敢表白 但是那種益額是怎樣 他今次 除了偷拍別人的群帝之外 他一個動作 令到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林晶 要記住是林晶 還倒到中 也不發覺 很臭 先不要發覺 首先 我們要想一下 那件事 如何保存 是稠的 他這個蘋果凍新聞 沒有講到很細節 很高難度 如果 他有開水 譬如一滴一份精 十份水或三份水 或者一滴五十九 你一開一份水 就稠一點 你就會容易撥 會軟 不然 軟的動作是怎樣 是真的要軟出去 真的要有稀釋 即是稠度 到處都是 不是 麻煩我們一會兒再說 要做軟的動作 不是多小的問題 是稀稠 但也有些影響 如果你多 譬如那些精 很久以前的瓶就這麼多 即使很稠也好 即使很稠 即使很稠也好 你是容易撥出來 可以把女生的校服和頭髮上 譬如這個瓶 當然這個瓶未必那麼大 你也那麼少 你真的很難 你要這樣搖 就變成眼藥水 剛剛有兩個瓶在這裡 變成眼藥水 是很難的 因為你一定要對方不發覺 你要記住 即使人們不能碰到 你在後面的伏錄會有聲音 於是 首先 你要怎樣收集 很簡單 首先 就像小電影一樣 打到周圍也好 簡單一點 找一個瓶 不是 找一個瓶剷回去 找一個瓶剷回去 另外一件事 你記不記得以前 我們去的德記酒樓 城記酒樓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認不認識 我們把骨頭放在這裡 大咪那些是一定認識的 那些瓶子就會有塊葉子 通常就是像什麼 以前的百葉槍 剪一部分出來 剪一部分 就像卡片這樣大一塊 把骨頭刮到地上 他一樣 他找一塊瓶牌 把那些瓶刮到地上 刮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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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他再想不要浪費 他可以買個漏豆 去五金店 加了漏豆 幾元而已 也可以集合到 是的 可以集合到 但是你說 把兩三天的瓶 其實兩三天 當你每天兩次都很少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稀釋過的 有開水 他開水之後 為什麼呢 他還要拍下自己的臨精 他的技術很難高 很難 他一定有自拍神器 要拍下自己的臨精鏡頭 然後回家 得到四塊性快感 即是回家再打飛機 打完飛機又再集精 昨晚這樣 集完精又去臨精 拍出來又有快感 那個年輕人 他打了幾次 每天 所以說 你真的性益壓 你就會有很多怪性 我第一次是聽見人家 用精靈人而開心 他當然覺得用精靈人 是侮辱了 或者佔誘了你的女生 但那些女生 不發現了嗎 有些事情對他淋你 很可怕 但那個Y大了 第二次發覺 這樣影響我 他不就報寸 他就衰惹了 但那個X 回家後 我的頭髮 我又說 他又來了 害怕 亦都未必知道是甚麼 老實說 可能知道 但有些人在世界上真的很可憐 你怎知道 我覺得 在香港性教育 真是很奇怪 這一節我們再講 一些法庭消息 從黑警那裏 我昨天看了一件事 覺得很好笑 可惜沒有片 我不知道你有否看 就是青年鞋母 露罵港鐵證人 那件事 他是這樣的 事源 他說有一個懷疑走水貨的青年 被港鐵職員要求 將行李磅重的時候 我就好想哭 哭你了 首先 所謂的哭哭 就是 其實我們經常追求 港鐵職員 公道些 要磅一下香港人 但也要磅大陸人 你有懷疑就要磅 但我們現場所見的 老實說 大陸人他們真的是小磅 香港人 你不要說惡氣 你要劫大一點 就馬上又要過磅 那樣 是 你了 好了 走水火青年 被港鐵職員要求 將行李磅重的時候 粗言雙向 即是屌刺那些 被票控爆粗 記住在港鐵裏面 爆粗是不能用的 因為違反這個 附加條例 抹捉身份證兩條罪名 案件是昨天續審 即是說 吵你老母 當時人家叫他拿身份證 你叫他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一定想到當時的情況 是這樣的 走水火就阻擋你粉絲 好了 昨天青年在庭上面 一見到港鐵職員出來作證 我想表達什麽呢 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是完全刁民來的 他好像完全不是跟社會成長 他不知道原來法庭有這麼簡單的事他就照做 我也不夠僵 他在庭上一見到港鐵職員就立刻作弓的時候露罵 還想衝上正人台 然後裁判官就叫他媽媽入庭 被告叫他媽媽進來 他是青年人 希望協助被告平復情緒 誰知他的母親不僅沒有協助平復情緒 還加入罵戰 直罵地鐵職員 是子靜總 等天收及楊賢 每天莊香都奏向不家產 這兩人這麼標文 裁判官震怒就直職兩人 是不是當我沒有到 直接當你沒有到 裁判官是可以自罰的 你這樣廟視法庭可以不審這件事 即時終我們收監 錯了兩個月 一個月兩個月他不甩腳軟 老實說 問心一句 除了這些刁民之外 如果這些是黃絲人士 政治意見 就錯了監 他説 你知道嗎 事源是這樣的 當年青年過關的時候 就是1月21日 劉富生26歲 都很老了 四個月就不是小 現在26歲當他年輕人 日暫時袋子很大 職員就叫他磅重 被告就說 你是不是在玩笑 門口狗 屌你老母 就馬上來了 在場聽審的被告 聽見別人重覆案情的時候 就聞言情緒激動 他說 我沒有說過 你說謊你屈我 那這些真是很難說的 為什麼這麼激動呢 他可能是第一反應 我相信激動起來 你昨天在庭庭上有這樣的表現 那個法官一定會信 本身法官已經會先送公職人員 即使是地鐵的管理員 為什麼呢 在法理上的定義 他們覺得是無仇無怨 人家沒有必要的問題 他本身已經在庭庭那邊 即是沒有同機 如果人家一說重覆案情 你就馬上有這樣的情緒 那法官我告訴你 你便入口硬了 劉富生 可以這樣說 我沒有做過 你不要找我 並想衝往證人台 給了三名庭警制止 庭警制止的時候 他還要持續鬥力 你不能拿 即是那種 這麼激動 於是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他媽媽竟然不在庭內 在庭內 55歲 而又不知道為什麼 裁判官竟然知道 他媽媽在外面 這麼奇怪 於是裁判官就叫他媽媽進來 為什麼我這麼奇怪 這裡始終是一些法庭新聞 我要教大家 我們去推理和思考 是因為 為什麼法官會知道他媽媽在外面 為什麼他媽媽不進來 是因為在教組的時候 他媽媽肯定是被法官請過出去 是啊 如果不是 你作為一個老母 為什麼會在外面的庭內 不在裡面看 你不會告訴他 這件事就像失敬案一樣 爆了 還有法官 如果不是 就怎麼會知道 叫他媽媽進來 叫他媽媽進來 因為他不會知道他媽媽在外面 他26歲 不是12歲兒童亭 就是說他媽媽根本是一個刁民 這是我推理 那裁判官就叫他進來 誰知道他剛才說了 他媽媽的事 他媽媽的事 天天就罵死你 那些 混亂之間 然後還很混亂 三個人 就按握著那樣子 你老母 就是那個劉奉商 另外兩個法庭的職員 沒有那麼多庭景 是嗎 這些裁判員 控制住劉武 劉武還說被告 是吃了藥才出來 你老母不知道是說甚麼 就是混亂之間劉武稱被告 被告的兒子 又怕兒子會去砍聖章的證人 即是說 他還兇急人 叫你我兒子吃了藥才出來 你不要當他是劉的 你還說這些話 他會去砍你 好了 被告自辯 當日只是背著背著背著袋 就說張有心瀏覽 堅稱沒有說過粗口 裁判官就認為張誠實可靠 看不到他有原因要誤告被告 相反被告就迴避細節 就兩罪共罰款 800元 800元就跳 跳你了嗎 這把尺 你老實說 這些很明顯 當然我們會覺得那個官 也是體諒香港的貧富大眾 或者覺得沒甚麼知識 但是這把尺 他就不會用在政治活動上 當然 你只想到這刻 我覺得是完全藐視法庭 誰去維護法庭的專員 如果是這樣說 就像林鄭所說 這些就是對官員 對法庭的屈辱 我們說一件事真是好笑 本來我是加插下去的 先播一段影片 大家見 由中國首富王健林斥姿打造的主題樂圈 被媒體揭發出現多個迪士尼卡通人物 萬達發聲明反駁或報導不實 宋禎喊不到 曾經揚言要令迪士尼在20年內都是中國賺不到錢的中國首富王健林 他旗下的萬達集團上星期六正式進軍主題樂園市場 頭炮南昌萬達文化旅遊城搶先開放 同月中才開幕的上海迪士尼樂園一增長短 但有傳媒發現樂園中見到不少熟悉的身影 例如山寨的米奇米尼老鼠 白雪公主和美國隊長等等 迪士尼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說這些非法和絕裂的訪問行為 令所有對迪士尼人物和故事抱有更大期望的人感到失望 公司將會採取法律行動堅決保護知識產權 面對外界指控萬達集團發聲明反駁 說近日有媒體報導 萬達樂園違規使用迪士尼形象促銷 經核實和事實嚴重不符 樂園從來沒有使用任何迪士尼形象作陳列和促銷之用 媒體報導中見到迪士尼人物的地方 實際上是萬達城中一個叫萬達貿的商業經營區 而相關商家迪士尼形象的商品和促銷 都得到迪士尼官方授權許可 不存在任何侵權行為 萬達強調集團一向高度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對於有部份媒體和個別企業的無端指責 公司深表遺憾並且保留訴諸法律的權利 NOW TV記者宋正閑報導 Hum 吼你老母是不要面露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這個國民 這個萬達集團 這個叫黃不林爺吧 黃建林 他已經是號稱中國第一首富 是的 他是 吼你老母是你無論此到此 他不是這樣怎樣做首富 不無此就不能成首富 他對大陸不無此就不能發達 首先他覺得這個主題公園 他要在海外開十五間 不是境內開十五間 在未來兩三年 在境外又開兩三間 我真的要問 首先在大陸國內 泰米容納得那麼多就能容納得到 因為真的好想大陸 每個省一個都不止 其實主題公園這家公園 在全世界都在勾勾 全世界都在勾勾 他這麼想有種 我都說過 我是主題公園之霸 我最喜歡去主題公園 我玩遊樂場 但是主題公園 其實是一個合格的主題公園 維修保養保養是很貴的 你只是掃地的請請業工人 也不少 莫說有很多技術人員 即是表演人員 工作人員 以及我們看不到的行政人員 只是人工都給你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 你會達成一個甚麼情況 會達成一個像以前我們印象之中的 例如麗園和啟德 骯髒、骯髒、骯髒 走走走 都是黏著地上 為甚麼呢 剛才的香腦交流 吃完火頭 骯髒 各地上是一塊塊黑色的 如果這些東西除了公德之外 有很多工作人員 會不斷在提醒 執法 或者清除 主題公園為甚麼 是日落西山 第一 涉及地價 第二 以前全世界沒有主題公園 來來去 去迪士尼 又或者去日本 去到台灣的小村鎮 一些餐廳 隔壁一個很小的 是真的給小童玩咖啡杯 真的很迷你 那些是另一件事 現在是說大型的主題公園 但他已經越來越多了 好了 你要記住 還有一件事 隨著年紀大 我48歲還去玩 已經是二數了 我老婆三十一二歲的時候生完 我兒子已經不能跟我見 最近人口老化 人口就慢慢老化 你現在是看 那些爺爺 大陸 和阿公阿婆 四五個人 去圍了一個孫 大陸就說孫去玩 但孫一大了 他十歲八歲 就像我兒子一樣 他自己和朋友去玩 又不肯刮你了 你竟然 屌你這麼臭 又說甚麼 國外有國外的品牌 國內有國內的優勢 你要認清事實才行 即使你大陸兒子 老實說 他都會嚮往那些 屌你老母 臭氣 真是真的品牌 對不對 不過 因為你上面這麼多人 十幾億這樣的漁民 你又看過那些猛狼 他都不懂得分 這個屌你 這個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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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麼長 有眼一屌 屌尼 他都不懂得分 他又看過這樣 就算他分到也先拍了照 玩了 但是我覺得黃建林 做少了一件事 他應該是告迪士尼 去抄你 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 他剛才說 那些人無恥 輕風作浪 接著是第一件事 就說要做這個 不知為甚麼 明明是首富 首富大把東西搞 為甚麼又是搞這麼低端的東西 又落牆 因為高端 高管理 你搞不到 倫代化的 黃建林 那麼厲害 你死定了 好了 接著就說 要令到迪士尼二十年 賺不到錢 又是因為大中華大中國 我屌你老母 你中國狗 你做生意 比美國人更厲害 屌你老母 老實說 現在他們說真的 他們還會說 屌你老母 你有沒有看我們 我們中國就算很遲 美國人都要看 迪士尼 他們是這樣想的 美國人 這些威 給你 不要緊 還握手 我心裡想 我兩個人 又有那群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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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版我老婆 整個屋子都不長 老人 老人 現在隨便找一個大陸仔 尺貸包 皮帶 銀包 全都是LV 20年賺不到錢 我告訴你 兩年三年四年賺不到錢 你美國人一定有辦法搞到你 你學了 我告訴你 你是絕對有辦法令到他賺不到錢 因為屌你老公有那麼多行政手段 共產黨 是不是 要搞糕他用什麼 但是你不要忘記 雖然這個是叫做私人企業 但是美國商家 去後面有整個美國政府背後他們 你又試一下用行政手段去打壓他們 你便試一下 你又試一下 美國人屌你老公 黃建林 黃建林 說人家屌你老公 當然 好像你屌你老公 早前有朋友分享過 榮華月餅 蘭方園 紐把 全部都可以被人告回頭 屌你老公 Air Jordan 都可以屌你老公 輸了給那個人 就是喬治 喬丹 屌你老公 老實實說 我覺得他們真的OK 他馬上把那個有鬍的 米尼 註冊了 然後還可以說米尼 去影射射 他還可以 是呀 告回他 告回他 拌回他幾億 算你拌回他幾十億 他就輸了 你便贏了 可能就靠這個 我沒有在納蘭撒 說完一件小小事 就是Pokemon那件事 就是熱狗狗那裏 什麼環境 你想說 昨天我在富人見到一篇文 那篇文就投訴他熱血 是 就說你越搞他越和 發生他什麼事 有鬼PMA工作的人員 叫做Pika Pika 他就說早前收到任天堂香港公司的帖誘 就指當日早上針對Pokemon的中文名的示威 激熱血狗有份參與 為了確保參賽者安全 一任天堂就考慮更改或取消香港區選拔賽在世界賽登記資料 就死了 因為有很多喜歡玩Pokemon的人 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有些本來為了儲婚自費去台灣 因為贏了 就有機會去美國的世界賽 有免費機票住宿 那這個人 他就說 他是為了去搞這些預賽 他義務借很多場地出來 給了大約五千元的營運的開支 還有年 每個星期跟女朋友做愛的時間 他都會犧牲 他就為了清潔和看管的場地 就讓同好者一起去打機去比賽 誰知道以他公民的行動 就令到他們參加世界賽的權利被犧牲 那他就說 唉 他沒有想到疫名的問題 會被人政治化了 其實他們之前都有去就住這件事 跟任天堂表達意見 任天堂就說 這是商業的決定 他們要堅持 所以他們都非常之無奈 他就說真正喜歡Pokemon的人 是不會放棄 是不會躲在電腦面前 就考慮政治因素 他就呼籲了 那些愛人 就麻煩你走開 說你搞事的人 就是這些熱狗 是比民建聯更無恥 這群人可能是熱狗的粉絲 或是支持建國 但是中國人或香港人就是這樣 自己一受損就會反面成仇 就是大是大非都等了 我們補充少許資料 因為曾經波士頓的賽事 我不知道Pokemon是怎樣的比賽 就是險遭襲擊之後 任天堂是比較緊張的 其實這些小小的 如果任天堂真的了解到 香港人遊行示威 港人員算是根本就不會有危險的 遊行示威 不要在香港去搞比賽 不如 這樣就取消不可能 我覺得比較多 另外有人說熱狗這次也叫做祝賽龍神 因為原來搞清楚 這個皮卡丘 原來這個皮卡丘也不是大陸營名 在台灣用了好二十年 只不過這次是一統 日本就是想 因為現在要開大陸市場 就用皮卡丘的名字入大陸 就順便在香港整個大中華區 在他們的眼中 大中華區都用了皮卡丘 於是热狗事源是這樣才去示威 但不公平 為何香港要跟你台灣 跟你退大陸 不能說為何 還有之後也譯名就是七 是譯得七 但我又不覺得热狗 因為我覺得為何會有這樣的反應 不是因為用不用台灣 是因為我們要跟著 現在我們太耽誤大陸 還有比加超的確是用得好很多 就算你用國語讀比加超 我覺得比加超好 我覺得台灣也不會跟 有時很多台灣用語和大陸都是相通的 那些都不可以跟 香港就要恍例自己廣東話的中文字 有時下船 自然 沉澱 讓走人的長心功力 即使不同年份的日本威士忌 亦是講究細膩味道的上等之作 J-Club 混集日本各大享負盛名的威士忌品牌 你無須飛到日本撲走 所有日本威士忌以超值價現貨發售 喜歡走的你 又怎能錯過呢 《超值價值》 《超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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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